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0号星期五 前两天3月18号晚上 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全线起火 这件事当地说是刮起了大风 说当天晚间刮起了八级大风 后来成了九级大风 所以由于某个地方失火 由于大风驻火就成了连片火 但是这个火覆盖的范围太远太长 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地区 而是集中在两个直辖市一个省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像北京市包括通州延庆防山 天津的京南 还有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 廊房和昌州都起火 所以范围这么大 而且火势很猛 火势齐天 而且经久不息 那么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纷纷 说是不是仅仅是自然之力 仅仅是某种火灾 或者某种风筑火危 不排除在背后 有某种政治性的行为 甚至是人为的放火 究竟是习家军 习阵营要去烧 反习势力 反习阵营 还是反习阵营 反习势力要烧习阵营 习家军 这背后恐怕有蒙走高层 斗争的一些变数 因为前些年 在天津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后来就说是高层互相博弈 制造了一场大爆炸 差点把在北戴河会议 后期差点在天津开会的整个高层 一锅端掉 说这个天津大案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浪清 那么当时的天津 天津市的市长 一个姓黄的人 因此落马被判刑 但是表面上是所谓腐败 但事实上背后也有很深层的政治原因 那么这个就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燃起大火的同时 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也传来一些扑术迷离的迹象和信息 其中一个信息就是 有人放风说现任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病重 患了重病 现在的一个说法说他是前列腺癌 还有一个说法是胰腺癌 那么这两种病就不一样 如果说是胰腺癌 那非常严重 中共的前政治局常委黄菊得了胰腺癌 这两个月内就去世了 那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癌症 那么说如果是前列腺癌 那是老年人 像王岐山像72岁 老年人很多人都容易患了前列腺癌 而前列腺癌在老年男人中是死亡率最低的一种癌症 因为基本上如果老年人不再有太多的新陈代谢的话 那么癌症也不太有可能有多少发展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 整过后来的二三四年都半数左右有前列腺癌 一直活得很高寿 另外实际上在二月份的时候 曾经传出说北京301医院出现异动 有一层楼的七层 整个被借年隔离 不准人进出 说是由郑国级或者相当于国家副主席这样的人入住 那么当时传出是王岐山 说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那王岐山在一月二十三号露面 露面这个是所谓中共的青春团办会 当时的七常委加有第八常委之称的国家副主席都坐在前排 习近平致辞 习气洋洋 当天武汉封城 但是习近平致辞自自不提武汉 自自不提瘟疫 所以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不满和愤慨 那么那时候王岐山在那里露面 之后就过了一个多月 就在传闻他得了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的时候 在2月27号他出面 会见了塞尔维亚的第一副总理和外长 那是他一个多月之后的首次露面 那么现在时间又过去了 将近一个月到了3月20号了 他没有再露面 那么尤其是2月23号 这种高层都出席 全国的17万的所谓官员参加 居然没有国家副主席 这也引起怀疑 那么现在所以有这个放风说他得了重病 那么新型冠状病毒在他出面 会见塞尔维亚副总理是否排除了 如果说是前列腺癌 那么这个普遍的老年人的病症 那也无关轻重 那么说是以腺癌那就事情很严重 那么这里不排除几种可能 那么有可能就是习阵营 习家军放风 故意放风 那么一种可能说王岐山真病了 不管他是哪种病 那不排除说真病了 这种可能说病倒了 那么这是一个放风 借机让反习势力不要指望王岐山能够成为他们的领头养 或者是领军人物 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并没有生病 而是遭到了习近平和习阵营的某种监控 使他相对来说不方便 因为现在露面很少 其实不仅他露面很少 政治局常委中据说 七名常委多名都不露面 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动不动开会 事实上都是不露面的会 新闻联播就有发稿读文 没有任何人露面 所以七常委在不在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公开露面的有像总书记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 偶尔露面的有政治局常委任务委员长栗战书 那么其他常委几乎都没有什么露面 那么有人说包括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还有排名包围的政治局常委韩正都长期没露面 尤其韩正所不寻常 他是副总理 是主管日常事务 为什么没有露面的机会 有可能是不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或者某种权力斗争 那么在其中露面中 有时候王沪宁有露面 他是跟习近平露面最多的这两个 所谓总书记和常务书记 那么说王岐山不露面也在其中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第三种可能就出现 就是说既不是他受到了某种监控和软禁 也不是因为生了病 而是习阵营故意放风 放风说他生病了 因为在中共通常都会用一种出口软肋消失的谣言来打击政敌 放了这种风之后 使其他的政治势力在反习势力的调整组合中 可能就不会把王岐山当成一个重要人物 或者说是各派推举的共主 那既然说他已经生病了或者不方便了 是不是就不见得能够借助他的力量 这恐怕是习家军习阵营的一个障眼法 就在放风说国家副主席遇到这样的病重的时候 是他的背景是王岐山的好友 亦师亦友的太子党人物红二代 原来的华远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任志强 被习近平下令抓捕 现在关在所谓北京市纪委设置在郊区 对王岐山县人王岐山市的这么一个所谓纪委的临时的距离中心 那么现在进一步的消息传出 说本来说北京市纪委就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 说无外乎就是任志强放了大炮 批评了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那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况且他的身份是党员干部 又是房地产董事长 还是这个红二代太子党 但是据说习近平勃然大怒 亲自指示要严办任志强 那么他的亲自指示说是屡教不改 一犯再犯 所谓要杀一劲百 倚敬效尤 要把他严办 而严办呢 但是办案的人又觉得很为难 因为任志强所讲的话 也就是一些言论自由范畴 符合宪法第二章第35条 他批评谁 称赞谁 都是他的言论自由 说不好办 那习近平就指示怎么办呢 就说因为他曾经担任过 这个华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就从经济问题去入手 要查他的经济问题 因为在中国不管是官还是杀 你要查经济问题总是能拨出一点头绪 所以就要从那里查起 据说这样的话 就会找到任志强以前工作过的同事或者部署来揭发他 给他挪自经济罪名 而现在传闻说习近平的具体指示是要给任志强判刑 不低于15年 以显示习近平的报复之心 个人对他的深刻的仇恨 那么当然习近平做这一招也是做给王岐山看 那么2016年王岐山保了任志强 这次习近平板出这么杀气腾腾的样子 就是告诫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你不仅救不了他我还要研办他看得怎么样 实际上也就是给王岐山以颜色看 在网上也传出过去王岐山说过的话 王岐山在十八大之后上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 那个时候搞选择性反腐协助习近平巩固权力 那么他本身结了很多仇家 尤其是江派的仇家 因此他受到很多次暗杀的威胁 几乎死于暗杀 在他当了四年中纪委书记的时候 2016年底的时候 这个王岐山在内部有一个总结对自己 他在前后遭遇了27次暗杀 大难不死 那么其中有17次是通过枪械车辆 要对他进行暗杀 其中有8次是通过邮件包裹等化学品 或者是有毒的药剂对他进行暗杀图谋 那么还有两次呢 他说分别在河北和四川 在他的饮用水和他的积饭里面投毒 那么他自称他躲过了27次暗杀 大难不死 然后他说他感觉他自己这个人有特异功能 他自旷说自己的言鼻耳都有特异功能 所以呢能够大难不死 另外呢他说他感受到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祖先 还没有那么给予要跟他见面 就暗示自己可以活久一点 甚至自我这个说法是千岁 他说他自己是能活千岁 给人来联想了 联想了这个古代的所谓千岁 也仅次于皇帝的角色 实际上说到千岁这句话恐怕都是有点犯大忌 有点功高正主 这个功高盖主这么个执意 因为就在太平天国时代了 这个洪秀全封万岁 这个杨秀卿封九千岁 后来杨秀卿嫌不足 因为他带天赋 给这个在他们这个教义中带天赋 经常对洪秀全进行训诫 结果他也要封万岁 结果后来洪秀全假意打印 结果就制造了这个屠杀 杨秀卿和血洗洞王府的惨剧 两万人召杀 那是太平天国由胜转衰的开始 那么王岐山自比千岁 是否让这个自比万岁的习近平感到不安 是否只有一步之遥 这些说法都是可以说 让人感觉了有某种这个自嘲 或者讽刺或者是各种寓意在里面 总之这个王岐山的说法呢 实际上跟中共作为唯物主义者 共产党人唯物主义者的说法不同 因为中共号称唯物主义 那就不信命不信鬼 只信人死物资的 那么就不会说出什么天命千岁 或者是什么大难不死27次特异功能 这些说法都不是共产党的语言 所以他这些语言超越了党的语言 那么这只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中共这些领导人本身就人格分裂 有两套语言 还有一个就是王岐山独立特性 跟其他高官有所不同 总之现在任志强的事件 所遮瑟的是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的摊牌斗争 这些剧情都还在继续的深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联想到这些大火或者是高层之间 非常怪异的现象 甚至于常委会只是指纹其身 不见视频和相片 都让人觉得高层的斗争 有争无减 而且是身不可测 而且现在非常奇怪的是 本来中共每个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常委会并没有那么频密 但是现在似乎自从大瘟疫以来 习近平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政治局常委就那七个人 那么为什么要经常召开 我的一个看法是习近平要借开会 看看其他常委的动静 或者借开会来维持他的权威 借开会来发布他们显示他们的存在 但是外界盛传说七个常委中 也许已经倒下几个常委 是不是新型冠状病毒 这些都有可能 就算没有倒下 但是习近平对他们不放心 怕他们以倒下为名 以生病装病为名搞串练 跟各种反习势力串练起来反习 因为现在大家又不能见面 也不能经常聚在一起 那么有可能提供了各自活动的空间 那么一旦有各自活动的空间 就有可能是反习势力壮大 而秘密执掌以致影执掌到 能够推翻习近平的地步 这大概就是习近平每几天 就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 不管是视频会议电话会议还是什么 他要见不到人 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以让自己放心 大概有这么一些政治寓意 或者含义在里面 那么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肺炎 现在国际上叫中国病毒也好 中共病毒也好 那么现在这些故事在继续的发展 在国际上 中共的外界武汉人华春莹又开始向美国进攻 说因为美国说中共隐瞒 以至于不仅误了中国人民 还误了世界人民 华春莹在3月19号的推文上说 说中共方面从1月3号开始就向美方通报 说他允千说前后通报30次 还说1月45号的时候美方美国政府 也通报了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还说我们隐瞒耽误 他说是认真的吗 意思就是说美国我没有耽误你 但这里面有两点 他不巧又露了马脚 上次他发推文露了马脚时 通知美国政府没通知中国人民 这次又露了两个马脚 一个马脚就是 你尽管向美国政府做了通报 你怎么通报的人们不得而知 比如说你说可防可控 没那么严重 没有扩散了国外等等 还有 如果说通报了美国 那为什么美国后来要采取行动 要取消航班 要接走侨民 或者要边境加强解控 中共去跳脚 跳脚说美国这样做不好 带了个坏头 让中国陷于孤立等等 那么意思就是叫美国不要那么做 如果美国不那么做 今天的情况比意大利还要严重 另外一个 这个花春莹同样犯了上一次这么一个马脚 上次还说的 没那么详尽 这一次说的更详尽了 上次说给美国从1月3号开始通报30次 那么现在说的 连1月15号 美国向疾控中心通报都说到了 那就中共一直在向美国通报 也就中共是歇阳之重 从阳没外 是淋于友邦 不予加弩 也就是说里面给美国通报 但是就不给中国人民通报 所以给中国人民的通报只是到了1月20号 而正式采取措施是1月23号 那么华春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共产党把你们美国当人 美国人当人 没把中国人当人 你们不要管我们 把不把中国人当人的事 我们耽误了中国人民 不关你的事 那是我们的内政 我们关起门来想怎么收拾他们 怎么收拾他们 那是我们的内政家政 你们不要干涉内政 至于说我们耽误了你美国 美国人民 那么我们一早就通报你了 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对中国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歧视 甚至是蔑视 那华春莹是这么讲 那么在国际上 现在更多的国家开始批评中国 不仅有更多的国家发声 总理 作家都发声 现在巴西 巴西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国家 有两亿人口之中 现在他的疫情也迅速的发展 有时候一天也增加两百多例 那么巴西的总统是博索拿洛 他是在前两年当选总统时 就说他是巴西的川普 他有川普之风 亲美而远中反共 他的儿子爱德华是参议员 最近两天他的儿子作为参议员就公开发声 说中国祸害了巴西 说这个病毒应该有个姓名 就叫做中国共产党 是中共病毒 结果他发了这个言之后 中共驻巴西的大使 杨万民就反唇相机 甚至要巴西要道歉 要认错 说是对这个参议员的言论 然后他甚至在推文中发文说 说这个博索拿洛家族才是巴西的剧毒 然后又说博索拿洛 这个巴西总统 因为去了一趟华盛顿 跟美国总统川普亲密互动 因此精神上受了剧毒 受了美国的毒 所以回到国内说这个话 结果这就发生了外交事件 因为你作为中国驻巴西大使 居然在推文中 直接攻击这个国家的总统 就国家的熟了 说巴西的外交部长就出面对他进行了抗议 结果杨万民就赶紧把他这个推文上 攻击 对巴西总统 请个人攻击的话删除了 但是这显然给中巴两国制造了不小的政治裂痕 这就再次证明了 中共不仅是外交部 外交部犯人 还有驻外大使都承担了一个政治任务 就是扮演战狼 就看越战狼越精神 越精神越战狼 在党内可能能够加官进爵 大概是习近平王沪宁给他们的授意 以至于连中国驻巴西大使都是如此的猖狂 那么在国际上说到这个病毒的时候 因为美国总统把它称为中国病毒 现在华盛顿邮报就发文 华盛顿邮报也是最近几天被中共所驱逐的一个媒体 赶走记者赶走新闻机构的一个媒体 那么他就发文说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中共病毒 他说我们要注意到 他说中国人民是无辜的 而且很多中国人民表现是英勇的 不仅抗击瘟疫 而且是揭露真相 还有一些医生勇敢发声 市井吹哨 那么他说到这个话的时候 他说那么不要上了中共民族主义的当 煽动民族主义 煽动为爱国主义 他就建议要把中国跟中共作为区分 说这个文章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诫世界各国 不称为中国病毒 要称为中共病毒 这是华盛顿邮报明确的 英文的长文所做出的一个姿态 那么实际上这个情况都很清楚 实际上都知道这是中共病毒 中共带给世界的祸害 那么中共国内的一篇文章 似乎也透露或者承认了 为什么中共要向国外甩锅 那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病毒会弄到这个 这个名字会这么敏感 因为跟国民相联系的病毒很多 像这个早先的西班牙流感 还有后来的日本老眼 还有德国乐迹 作为西班牙 作为日本 作为德国 并没有觉得什么 觉得发源的那些国家 称为这些国家的名字 他们并没有跳脚 以至于近期的像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在中国大爆发 但是叫的都是非洲猪瘟 不是叫中国猪瘟 但是中国也没有人去抗议 非洲没有任何五十个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出来抗议 说不应该叫非洲猪瘟 那么都很自然 说最早是非洲猪瘟传到俄罗斯 后来俄罗斯传到中国 但为什么中共会这么跳脚 中共有所掩饰 尤其是病毒的来源 那么中共国内一个网站 就做了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实际上是无形之间 也泄露了天机 他说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来源 或者是名称 为什么中国要跟美国硬杠到底 其中就说到 说确定这个病毒的来源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可能成为重死自敌 他说因为会引起世界上各国的 集体主义的这种公愤愤慨 有可能让这个国家就陷入孤立 他说实际上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 就是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和赔偿的声音 他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更多的国家 有可能要中国政府出来道歉或者是赔偿 实际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已经有民间团体请了律师 要诉讼中国政府 说给佛罗里达州所带来的这场瘟疫和灾难 我想这样的诉讼恐怕在美国其他地方 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通则 冤有头再有主 既然灾难来了 这个灾难对美国对世界各国的重创 超过了一战二战和911 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经济重创 那么要追究原因的话 最终是会追究到北京 追究到中共头上 所以出于这个原因 中共就要硬杠到底 硬不承认 所以中共这个硬不承认的实际上已经三个阶段 他打了三层保护 第一层保护绝对不承认的是生化武器 所以从一早当印度 以色列 加拿大 美国各种科学家 传染病学家 再说 这是人工合成病毒 这是生化武器的时候 中共就跳脚 并且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到处去封锁 这是中共的第一道防线 中共的第二道防线就是 实不承认武汉肺炎跟武汉病毒实验室相关 那是中国在那里设计的最高级的病毒实验室 批斯病毒研究所 实不承认跟那里有关 那么第三道防线就是干脆不承认这个病毒 这个瘟疫 这一次武汉肺炎起源于中国 干脆说中国发生了 但不一定起源在中国 源头在外面 从暗示到明说 从御用专家钟南山出来说 源头可能在国外 到中共驻这个 所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出来发疯说 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中国 带到了武汉 因此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混淆视听 搅乱这一坛温水 让世界对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感到莫名其妙 这篇文章中共的这篇文章还说 如果这个病毒来源于小国 那倒比较好办 可能还引起同情 但是来自于像中国是超级大国 来自于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话 有可能是中国所谓连这个发展崛起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就是被迫要去道歉或者是赔偿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这一场争论不只是科学之争 而是话语权之争 也就是说背后是有政治的考量 说是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当然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 他的国家利益就是政权利益 就话就说得比较明显了 几乎就通破了窗户子 就是说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一党专政 为了保住红色江山 为了保住习近平政权或者他的权利 所以就不惜不顾一切的开始乱缩 搅昏水甩锅 所以这个道理在国际上听起来也非议所思 本来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但中共那里就是对了也是他对了 错了也是他错了 反正永远只认对不认错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面前他号称光荣伟大正确 那么在现在全世界面前他还是要号称光荣伟大正确 从来不犯错 实际上这也就暴露了中共为什么要不断扩张 实际上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共要把他的话语权 把他的统治性 要把他的统治权合法化 不仅在中国合法化 还想在世界范围合法化 因此统治中国还不够 因为世界各国还要批评他 那么世界各国还有新闻自由 还有民主制度 还有对照的这些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等等 让中共坐立不安 让中共领导人是寝不安 食无味 因此宁愿颠覆这个世界 颠覆文明世界 颠覆其他国家 尤其颠覆他国民主 那么在柬埔寨 他们已经得手 颠覆了柬埔寨的民主 把柬埔寨多党民主 又拉回到25年前的一党专政 中共国内的媒体的这篇文章 把中共甩锅的用意 可以说是暗示的淋漓尽致 但实际上在中共 除了以前提到的财新财经 南方周末和香港的南华早报 敢于接底暴露 中共隐瞒疫情的真实原因 现在就连中共重要的党媒 《环球时报》都中了招 《环球时报》的记者到武汉去写文章 说这不能写那不能写 那么他们就尝试写点写实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就写到 说在武汉早期的一些遭遇 包括李文亮医生他们遭到训诫 还有说疫情被隐瞒 还有说不准穿 医护人员穿防护服的这种官僚主义 地方上的官僚主义 结果他们写了认为没有触犯中央 也没有触犯制度 仅仅写到一些民间的故事 结果在《环球时报》登出之后 不到两天也被枪毙了 也被拉下来 搞得可以说《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还有《环球时报》灰头土脸 所以这些记者就非常抱怨 说根本不知道如何写文章 连《环球时报》这种党性十足 鹰派十足 左性十足 左派十足的都无法写文章了 因为《环球时报》的很多的采编记者 就说叫他们到对方出去 就要踩编 但是很假 有一位姓渝的记者就跟领导说 说我理解要突出政治 或者要政治办报政治讲新闻 他但是不要让我当演员好不好 不要让我演那么多戏 他们太难受 像这像中央电视台 中共的这些新华人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 演戏演到什么程度呢 要去采访一个人 不是随机采访 而是规定采访一个人 那个不会说 就写好稿子 举起来叫他照着稿子读 那么这个记者 比如说《环球时报》记者 一个人拿着镜头 而且镜头旁边 就有一个稿子悬挂在那里 或者举在那里 另外一个记者就问问题 这个所谓被采访的就照着读 答案就行了 什么党的温暖了 党的伟大了 习主席又怎样了 就照读 所以很多记者说 既是演员又是导演 所以已经太累了 厌烦了 所以这个《环球时报》 现在的记者都抱怨了 说有本事的就不干了 只有没本事的 就被迫继续在那里混口饭吃 继续当演员或者当导演 不能讲真话 不能报真话 甚至不能报民间的声音 比如《环球时报》这篇文章报了之后 他的彩编者就被说成是 在歌颂民间的声音 说不应该讲民间的声音 所以应该是讲党中央的声音 所以这个变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2016年 就是习近平 刘云三 王沪宁三人和盟 搞党媒姓党 媒体姓党之后 那次那个举动也遭到了 任大炮任志强的炮轰 那么在这个之前是一个变迁 所以在那之前呢 说党媒是党媒 但是有时候还是为民说话 或者是采访一些民众的真正的声音 那么就说并不互相矛盾 但是从2016年之后干脆 就是不能有民间的声音 不然说民间有什么力量 民间有什么声音 民间在自救 或者民间在互助 这不能讲 只能讲是党的领导 党在救助大家 党的恩惠 或者习近平的恩惠 就跟北朝鲜 不论发生什么 好的一律归于金正恩 坏的一律归于民间 所谓阶级敌人 所以现在习近平完全按照金正恩的做法在中国 所以这就是环球时报和众多党媒受不下去的原因 所以连环球时报都受不了 这就逐渐党内造反四处 对习近平来说 现在就是靠两个东西在控制这个国家 一个就是靠王沪宁帮助他控制意识形态 控制媒体 千百家的报纸 千百家的网站 千百家的电视台和电台 控制在手上 每天两个任务 一是给习近平造神 捧高个人崇拜 另一个就是压制各种真消息 压制各种消息 释放中共所精心编排的假消息假新闻 那么另外习近平就靠的是军权 所谓掌握了军队或者是武警 但这个军权实际上是虚的 对外也没有战争 对内也没有战争 这个军权如何使用 恐怕只能起一个吓人的作用 所以这两个神话 一个枪杆子 一个笔杆子 一旦被破除的话 习近平的权力就是一个虚化 就是一个画饼冲击的虚化 所以现在有环球时报 都起来抱怨和造反 再加上财经财新 南方周末等等 众多的这些帖子队的媒体都不满 有可能会动摇这个王沪宁的笔杆子 进而动摇习近平长得宣传继续捧起来的神话 那么在军方里面设计了很多 红二代太子党的人脉 还有其他各派客系的民脉 枪杆子射得动摇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所以习近平掌握的枪杆子笔杆子 并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有把握 这就看出习近平紧张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安全